为了因应文化部108年度独立书店营运辅导季访查委外案 由台湾独立书店文化协会执行的书店学堂平台 邀请全台各地书店经营者分享入门企划写作和经营食物 认识台湾书业的样貌 而地方书业文化座坛的花莲场 就邀请了花东等地的书店从业人员来交流互动 分享在疫情动荡的时代经营的心得和点点滴滴 网络的发达与阅读习惯的改变 人手一书不再那么常见 不少实体书店也跟着歇业 但阅读人是吸收基本资讯来源的途径方法 由台湾独立书店文化协会执行的书店学堂平台 就邀请全台各地书店经营者 分享入门计划写作与经营食物 日前地方书业文化座坛花莲场 就邀请花东等独立书店业者交流互动 分享经营心得与所见所闻 因为旧书铺子跟时光是同一时期 同一年开业 今年也都第17年了 然后其实他们观察这17年中间 整个阅读量人口的下降跟少子化 都非常的明显 那这个趋势也影响到我们的新书的部分 那花莲跟台东其实距离很远 可是我们的书业的量其实是比较少的 然后看有没有机会 透过现在这场是独立文化书店协会的经费 然后举办这样子的活动 让花东的书业聚集一堂 去讨论一些状况要怎么去改变跟解决 这也是我们遇到的一些困难 跟我们未来要去解决的一些课题 所以透过这样子的经费 然后来去聚集去讨论 我觉得还不错 大家几乎都是一人书店 所以他们都说很难得大家会聚在一起 然后聊聊大家的一些状态 花莲场在花莲时光二手书店举行 作为东部地区跨县市的书店交流基础 邀请族书铺子分享如何从族书堆里 找到阅读新价值 花东如何找到好书源 以及邀请原花文库 从日韩等地书业 了解空间经营等社群行销整合 花莲还好书屋 时光二手书店 台东晃晃二手书店 台中边谱 以及台南的晒书店也都来参与 期盼在交流中 共同讨论面临的状况 以及如何改变和解决 持续耕耘台湾书店的功能和知识 记得蒋邦彦华临时报导